常規的肌豆豬卡 吃起 咚咚咚咚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跟你們一起吃東西囉 今天我們要來吃巧克力 Magic 哇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真的啊 還是頭的梗子 今天一起床在滑手機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消息 全聯跟Hushes的巧克力聯名又出爐了 然後我就來佩佩說 哎呀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天啊 這個日期不就是今天嗎 然後佩佩就跟我說 這個熱量太高了 她不想要吃 我一走到客廳之後 就發現她已經換好衣服了 嘴巴說不要 身體卻很誠實 Mina 超亮業配的衣服 來 不是業配喔 掛勃緊的喔 自己出門去買了 在車上拍照 阿哥就 廠商拿來 然後直接在車上拍一張照 然後說自己買的就好啦 而且我不知道這一次的聯名商品 有這麼多種 我想說 買個三五樣就好了 結果買回來居然是這樣 一大桌 然後在那個全聯的時候 他還問我說 還要預購嗎 還有預購的喔 先從什麼開始吃 先從看起來最好吃的 紅情之心布朗尼 99塊 因為這樣這麼大一個99 外面賣的話 可能就切 切三到四份一個就100了吧 自民咖啡廳嗎 綠綠的 四海油 怎麼知道賣咖啡了 除了巧克力以外 我也吃不太下其他的甜點 所以這次可以吃巧克力 我還蠻開心的 這個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上面是什麼 然後是厚厚的布朗尼 裡面還有夾白白的奶油餡 啊 乳酪餡 我要開動了 喔 好好吃喔 爽 有沒有在裡面 欸 它的乳酪是 隨機的 喔 好好吃喔 然後 有那個起司的地方 有一股 它沒有很重的起司味 它就是有一種沙沙的口感 超級好吃的 然後這個布朗尼啊 它 就是沒有蛋糕的那種 綿綿的感覺 它就是一整塊很像巧克力的布朗尼 它的甜度也在布朗尼裡面 算是比較不甜的吧 好吃 讚啦 喔耶 我想吃一個麵包 經典巧克力巨蛋麵包39塊 好香喔 巧克力麵包的味道 哇 滿滿都是巧克力碎豆 然後整個都是黑色的 哇 看起來超好吃的欸 這我應該可以 吃起來沒有很驚艷 但是巧克力真的超級濃的 然後它裡面的巧克力內餡比較 甜酸 完全不甜 非常非常濃 然後有一點苦苦的巧克力味道 因為是冰過的啊 所以麵包是硬硬的 不是那種很鬆軟的麵包 但是這個應該也不能加熱吧 加熱感覺上面的巧克力都會化掉 這個我覺得還還好 我們來配一個布丁 類似經典巧克力布丁45塊 如果是布丁的話我應該可以 這個布丁還附了一包巧克力醬 不夠甜的話或者不夠濃可以自己加 就聞起來是巧克力牛奶的味道 這樣看起來還好 聞起來是很軟的布丁 口感我不喜歡 它是很像豆花的那種很軟很爛的口感 然後牛奶的味道很重 我也不喜歡吃牛奶 我們根據剛剛場外的佩佩跟我說 他覺得這個布丁不好吃 很甜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有少女味的男子 所以他說他很少可以吃到他吃不下去的布丁 經典布朗尼可可慕斯49塊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討厭吃慕斯的 所以我對慕斯不太有任何好感 慕斯的話就是裡面有塞了一塊布朗尼 慕斯比較沒有奶味 然後就很像在吃巧克力醬的感覺 然後布朗尼 跟剛剛那個布朗尼不太一樣 他也是很軟的布朗尼 就是有挖到那個比較深一點的這個顏色的話 巧克力味道就會很濃 巧克力慕斯相比較下來的話就沒有這麼甜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本身就不喜歡慕斯 我要來吃這個 龍琴花生巧克力糰子39塊 糰子登場 登登 萌欸 上面的那個巧克力已經結凍了 結塊 如果加熱一下應該也是OK的 好可愛喔 一直掉 後面是糰子 糰子就還是醬油跟紅豆最好吃 因為這種很不像我們在吃的糰子的口感跟味道 米味嗎 我來吃一個感覺最普通的這個 經典巧克力餅乾39塊 喔好香耶 脆餅乾 好香喔 然後上面有那個巧克力一塊 哇好酥喔 喔 這口感我可以 我以為它是軟軟的那一種 我以為它是軟軟的 是酥脆的餅乾 很香耶 它吃下去的時候會有巧克力跟奶油交錯的感覺 奶油味道算是蠻重的 然後很酥很酥 我喜歡它奶油味好好聞喔 這餅乾好吃 這個餅乾好吃 但是餅乾吃到後面還是蠻甜的 45元 巧克力很厚 派皮也很厚 中間夾了一層布丁 它的派皮是軟的 像軟餅乾那種 那種醋感 所以它不是酥脆的 然後派皮的部分不會甜 可是它的巧克力醬實在是很多 然後中間的布丁我覺得夾在一起 整個夾在一起吃很好吃 已經吃不太出來布丁的味道 單吃的話有點太甜了 但是如果配一個茶或者是無糖的黑咖啡 應該還蠻合適的 我覺得它整體的口感做得還不錯 整個吃起來的感覺就是 不會這麼這麼的巧克力 就是因為剛剛吃的像布丁尼 就是完全單一的巧克力味道 然後這個吃下去就還有一點點布丁的蛋香 還有那個塔皮的一點點奶油的味道 我覺得這還不錯 我也還蠻可以接受 那個塔皮是軟的 濃情巧克力蛋糕燒89塊 這個我之前吃就覺得很好吃了 而且它好便宜喔 它才89 比剛剛那個布朗尼還要便宜 外面是蛋糕 然後裡面的話上面裹了一層巧克力醬 不算特別厚 但我覺得也是還蠻剛好 因為它的圓還蠻大的 哇 好吃 這個蛋糕外圈吃起來很濕潤 完全不會乾 然後加上它中間那個巧克力醬 是有一點點液態的 所以整個吃下去就是軟軟的巧克力醬 然後加上很濕潤的蛋糕 這個蛋糕雖然濕潤 但是是比較扎實的口感 我覺得是有一點像布朗尼 就是加了比較多麵粉或者布朗尼 好吃耶這個 然後我現在想來吃一個 經典巧克... 經典巧克力大福28塊 上面裹了很多巧克力粉 這不是大福啊 這好像肉丸喔 甜的肉丸 然後裡面有包 像鮮奶油的巧克力餡 這個大福我覺得還好 它那個麻糬的部分呢 不是那種很Q彈 很有嚼勁的那種 就是很... 就是透明透明的 然後很爛爛的 然後裡面的餡是有一點點牛奶味 像巧克力慕斯那樣的餡料 很像...很像日本的絕餅 就是比較透明的 最後一個經典巧克力太妃銅螺燒 我覺得我不會喜歡 我覺得我不會喜歡 黑的 黑的 然後裡面也是黑的 它裡面的餡是... 感覺有點Q耶 看起來好好吃喔 QQ的 不好吃 超乾 然後也很甜 反正我就是一個傳統派的人 我覺得銅螺燒裡面也只能夠加紅豆 頂多再加一點奶油 再多了就不行 吃完了 今年的聯名有泡芙嗎 記會出泡芙嗎 今年這樣吃下來 我覺得巧克力燒還是很厲害的 再來就是... 布雷塔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口感比較豐富 知心布朗尼我也覺得很好吃 比較偏向蛋糕類的 吃起來才會有特別的感覺 然後覺得很划算 但是像麵包啊 然後... 銅螺燒這種類型的 我就覺得 好像... 跟外面賣的也差不多 Pushy巧克力的聯名東西呢 就是巧克力味都會很重很濃 上次吃他們家跟日普利聯名的那個 巧克力麥片也是超級無敵濃的 好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讚 留言訂閱加分享 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 即時中餐的話 我的Facebook、Instagram和微博 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